歡迎回到廣萬咬者幫的第二節 回來我們阿Tim哥說妖怪道 我找回我那個... 你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碗碗 碗碗 主要是在這裏的 是不是丟掉了 我想問 掉落地 對 大家回到廣萬咬者幫 這個妖怪道進入大席路 其實故事我不想說 我回到想說 一到和仔的結局 那些書結局 我就很一般 這個風格 我不知道和仔有沒有聽 因為 無論是殺道 以前武神風王 和仔的結局很流行 是每個角色講幾格 甚至是一格 我知道他是想交代 但其實那種感覺就真的很交代 和仔說他 所以這麼久我比較不滿意的就是他寫結局 好像西遊 是不是拆開幾個篇章 各自交代 三個字 三個字 反而我覺得很少 最少真的有些交代 因為本書也有點腰斬 但是 如果你是說武神鳳王那隻 我最不喜歡 武神鳳王那隻 我最不喜歡 那隻走역 他只是一格 所以這個去那邊 那個去那邊 願那個去那邊 希望的 willingly 明天 然後他又去那邊 那一格 於是我就偏不喜歡這隻 那一隻 我反而不要和你都 我自己其實很喜歡看和仔的收尾 我想說現在還未到那期 但他開始了 他今期是打完所有東西他拿來收尾 但我是很喜歡和仔 在廣場很少有地會 不是打到最後那期三十六頁 他不是打到第28頁 然後拿六頁來收尾加個專欄 然後再加一個下星期的預告 他會花多於一期的時間 每個角色真的給他一點點收尾 而和仔的收尾 通常他會有些想像空間給我們去想 那個角色這個位置 他可能終於做到他夢想中想做到的東西 但這個其實對他來說 他到了那個位置之後 他要開始下一步的旅程 通常和仔的角色在追逐他自己的夢想 或者要做的東西中途 他會明白到他做到那件事之後 他要再做些什麼 而那一部份他不會寫出來的 我覺得通常和仔的結局角色 會給我一種這樣的想像 所以我偏向是喜歡的 師弟 師弟 剛才打斷了你 不要緊 因為我還沒看今期的 所以我還不知道他去到最後的了 因為其實今期的劇情 阿天不說 我說了一點 其實因為他上集也有說到 上集的尾就是白狼下去地獄找小宇 其實就稍微交代為什麼他下去那些不重要的 簡單來說就是在地獄找到小宇 然後小宇決定要犧牲自己來照亮地獄深淵 而白狼就決定留在這裡陪他 那兩個人就變成石像 然後就永遠留在地獄 之後才會變成石像 你先說就坐下說 不要緊的 他們先變成石像 之後再化灰 之後的事 而 假設他們應該會變成石像 我不知道 和仔就說他其實小宇應該都還會再 跟其他角色有些互動 什麼變石像那個是最深淵不動的 即是不走走就會變成那個 對 但他們是變回 小宇那個叫什麼火 奇經 他好像有個叩叩之火的名字 總之他是爆火出來令陰間有光明 然後修補陰間的設施 九傳一笑那些 令陰間運作到 但好像Tim所說的缺點不是沒有 例如印度神蘇利耶今期出了兩格 但本身印度神和忠土神失蹤後 他們再出現了 應該是某些重要的位置 永恆之火 聽眾補充了 譬如你忠土神和印度神之前有誤會 所以打 他們消失了 到底他們消失到回來中間有什麼 我覺得預期你今期這樣攜兩格 不如所有事情在你之後會交代到的蝙蝠的時候交代會好些 但蘇利耶好像不是在那個消失的地方 他是不是一種死了那個 不是 他應該是追殺 我剛剛重溫了 他是追著那個小孩 所以他不在那個天宮 因為消失的地方就是那兩個天宮 所以蘇利耶不在消失的行列當中 因為小宇其實是令到所有牽涉到無常這件事的人 基本上都復活的 所以當中是包括這個唐三藏的 我想三藏出來都是一件我自己挺開心的 因為我覺得三藏這個角色是挺討好的 印度是被兄弟打死嗎 好像是被那個不知什麼鬼的 即是有兩隻喲 即是西遊最後接永恆之服 接小宇那個不知什麼鬼的那個打死 明王好像是 但是呢今期 我沒有拍照不好意思 三藏出來的那一頁 我覺得那個相頭有點怪怪的 不是好假的 因為我已經太久沒看過和仔的畫 我在想這段會不會是和仔自己畫的 其實我不敢說 但是會不會講一些心態上有轉變的東西 因為他剛剛復活的 因為他之後其實已經有像是假的 唯獨是他剛剛出來的那個傳頁 就有點不太像 因為我對上次看已經是火龍 而火龍的完全版沒有看過 只是買的而已 所以我已經不太認得和仔的頭到底 現在是變成怎樣了 日月侯神是那兩隻猴子 但他另外還跟著那個人 日月侯神已經被人殺死了 我記得那時候 然後反叛那個 我真的不記得 是普善法王 普善法王 對 多謝聽眾 謝謝 謝謝 另外就是今期的尾 其實也是天宮應該回來 因為杜德天章在釣魚 因為他在半空釣 的時候看到一個城出現了 應該就回來 下期叫天界正道 封面你看到殺心和如來都出現了 跟龍虎門有沒有關係 他今期叫慈悲的殺心 沒有什麼 算了有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下期應該都會交代天界那邊 其實我自己是挺在意這條線 他會怎麼寫的 希望和仔就不會令我失望 好 可以去 為什麼我回應給你 為什麼我會說小雨變成石頭 因為那個專欄說的 我記得了 因為和仔在今年的專欄說 小雨姑娘雖然成為了石頭 但往後倒數三期全部都有他的氣氛 所以他會跟其他角色繼續有互動 但是就不會復活的 另外跟本書無關的小小花生 我不想說太多 和仔他們跟大肥那邊 又有一些小小的風波出現了 大肥上了去和仔辦公室 說會幫聘眾拿簽名 但是原來他就設了一部機 開了直播 和仔當時是不知道的 所以和仔就被迫跟他做了訪問之餘 衣服也沒有換好 說他穿著短褲媽煙通 哈哈 拖鞋 可以出街的嗎 其實他還出了一個節目 然後被人吊得太厲害 就下架了 因為褲子那些看不到 褲子好像是說看到 因為大肥坐梳化和仔坐摺椅 好像是 因為我看不到那個直播 我看之前已經下架了 阿雲也有說一些 他在Facebook群組也有說一些事情出來 阿雲他最主要說的事情是 他認為大家不要拘捕 有台慢慢聊 老鳳下水 因為訪問老鳳有份做的 都是大肥的事情 這是鐵雲的角度 我也沒有意 نے好插牠插 Sund 大家也可以給那些資質 那張合照 我也要一起拍 有話是JK的 我不明白怎樣設定了攝影機 他應該是開了直播 可能和仔以為是錄片 但原來是在做直播 我不肯定是 總之在對方沒有被通知 應該這麼說 我明白大家在說什麼 但我在想分別在哪裡 所以你覺得錄片有沒有所謂 因為我理解的就是你一定要設定一些東西 除非你偷拍 你放假放木機 其實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作者是同意給你錄 和仔可以不知道他拍攝了機 可能他們約會了 我想說我們那天看西游的首映會 他們都是一直拿著機的 他們拿著機 是他們跟阿仁哥談好了 他們想做直播 我知道 所以直播是一直下降 所以他們全程拍攝著 但實際到底他們溝通之間出了什麼問題 引申到這個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內部和和仔那邊再談 但是看到直播的朋友可能就叫做 看到多一點點東西 補充一下 Red Tone說看到直播 Red Tone剛好看到直播 有沒有錄下他 大飛應該沒有啦 大飛好像法官和和仔好像犯人 不是一向都是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很有趣 你不要說直播只是剛才的瞄述那個位置 大飛坐沙發 或者是坐摺燈 不不不 大飛要坐沙發的 我已經覺得 那個office 這樣聽起來好像是大飛一樣 根據阿雲所說其實有一些 不是一本創作公司的人 但是跟一本創作很有關係的人 但不是他們公司的人 其實是意外地入鏡 那這些東西反而是對他們很大的 所以我不是說他們應該是拿著電腦 由他入門口那一刻一直直播到去找到和仔 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知道 如果你這樣拿著電腦 我真的不肯定 真的不肯定 因為這個是阿雲他們的說法 我不是當事人 我純粹在facebook看到阿雲有什麼說法 我說出來 太多了 太多了 我想說一點點 要怪盜其實今期有一兩格 其實你們之前說的那些 我都沒有太大 其實有一兩格 她燃燒了自己之後 會還原的 她有一兩格 一個叫一葉賓館和一棵樹 其實幾次 我覺得是殺到一葉賓館和他棵樹 因為其實在說殺到會有棵樹 在上面 其實那個世界觀會不會是一致的呢 好像在你們看膝油手影那邊 那一天和仔說過有機會 會將兩個世界打通 而殺到是有機會重啟的 但那次是重啟動畫化的 她說有機會重啟 亦都有動畫化的可能性 那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呢 不是可能性的 她算是公佈錯了 其實是重啟動畫化 但是不是同一件事呢 可以不是的 這樣吧 其實之前她 其實是茶館 我想說一棵樹應該是微喉舞樹來的 因為她之前 她好像都提過 我記得好像是不是 她有個助理 文家宏好像她畫過 其中有個想法是整個和仔 universe 好像提過一次的 提過一次的 但因為她 阿雲那個專欄 你又不知道當她認真 當她去搞笑 有時候 說笑的 放心 我覺得大匪這件事 我覺得最重要是什麼 只要我再說一句 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如果有和仔大人的友好 放心 不要因為大匪而不接受其他人的訪問 我們錄音是一定會問過的 放心 我們不會突然拿一部機出來 如果你們有什麼誤會的話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說真的 阿大匪做T-mate I don't give me fuck 但如果他這樣影響到其他人訪問和仔 我覺得要做好聲明 他不會突然拿出來一直都在 是啊 就是這樣 說明而已 最重要是要說聲而已 我覺得 老實是大匪做什麼呢 代表不了你 也不代表不了我們 我們要重新 如果和仔聽到 放心 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沒禮貌 放心 沒事的 我也有阿謙這個擔憂 不用的 不用的 可以發訊息給我 哈哈哈哈 做什麼 上來的嘛 找到他的嘛 我現在也有跟他打招呼 但他可能戴著口罩未必認不到也不一定 好 說山海 山海我們很久沒說了 其實之前很大段的劇情 都是講雙方如何去報陣 如何奇謀妙計 如何去準備最後決戰 因為譬如他們中間為了要查清 到底少豪是不是回來了 因為貪龍和木子橋那幾個失蹤 然後姚星辰和伯奕自己去探過一次路 又和神印他們打過一圈 在那裡他們因為意外地 他們是想要救了公主 但是最後他們去到星神頂的太空船那裡 就救不到公主 但是反而救走了少豪 就是皇帝的養子 救走了少豪 所以在少豪的口中 就得知了神印的刀在什麼刀神的異能底下 他能夠吸收對方的兵器 所以他們已經預計了他會拿一把薩拿去吸 勾斜那把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永劫 對 吸他的那把永劫 但是同一時間 神印當然也知道你救走了少豪 我這件事會穿煲 而他找回來的殺神軍團 額頭上樓 原來就收了一手 就有一個叫做殺神軍團的特殺隊 就有一些特別厲害的人出來 例如有個角色就是小魔神來的 小魔沙 他叫小魔沙 但是他的樣子是小魔神來的 就說他很實勁 然後也有個 因為他之前有個紅瑞星 有個藍瑞星 原來兩兄弟就可以通信 還有一隻東西 原來就可以變成對方的容貌 然後神印就說 有你這個能力 那我就穩操勝券了 到底他會怎樣利用呢 又是暫時是未知之數 龍哥今期在專欄裡就說 今次的final battle會是兩起兩落的 但是至於是哪邊起和哪邊落先呢 那就要看了 因為大家如果看過剛剛的世界杯決賽都會明白的 就是兩起兩落是可以輸可以贏的 到底他們會怎樣呢 就暫時是未知的 今期其實已經正式開拖賣牙了 這個應該就是final battle來的了 這個位置都看到編劇有一點點心思 一開始和神印打的是炎帝的兒子 這個是小小的心思 反而歐徹就跑去打契弟 DK你有什麼想說 不是不是 我說生口好像是 他說如3...310幾 1318嘛 金文龍哥那時候說310幾個期完 肯定過了一年 好像說明年2、3月左右 應該沒那麼快 應該沒那麼快 應該起碼6、7月 我記得那時候說應該6、7月 因為那時候他說還有大概40期 因為其實編劇也在後面說 其實他還沒寫好劇本 不是今劇專欄 他之前前兩期的專欄 他說他還在競爭最後的劇本 他想令到讀者看起來 再有些意外 還有2、3月就直路了 其實直路了 他開始了final battle 但是你知道龍哥那條直路 是很擅長的 那我明白 我知道最後直路就是 你大概看到結局的成形 現在才剛開始 你都會說 還有現在龍哥 媽寶板也是出廣告 也說他預計1月10 就是1月中便會出媽寶板 那麼如果她真正完結片去到 六、七月我覺得好像不意外 但中間那段時間 所以當然了 可以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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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其實不是一向都打嗎 打半年 你想想當日李建成跟他們打了幾個招牌 好小事 看著我看著打完美你們就不累 我希望歷史不要再一次不停打 但中間有些有趣的事情發生 例如剛才阿龍哥說什麼涼起涼落 但我希望這些事情會有趣一點 打的話可不可以打得那個感覺會好一點 我明白你的意思 其實不是說角色可以模仿別人的樣子 到底他會扮那個什麼刀神 我眼看不到他的名字 夜刀神 他會扮夜刀神出來等他們去誤眾婦居 其實他可以直接扮神刃 因為上期就是他扮神刃來跟公公打的 他可以直接扮神刃 我簡直連那個大佬都是假的 你這些傢伙以為打下我 我陷你 他可以玩的東西其實都幾多 但扮神刃就好像有點牽強 他應該是要連一些功力都可以扮成才行 他對阿燕神的兒子的時候 你想想其實這條招牌可以無限想像 你想想他可以玩的是 我現在跟你打的是真的神刃 然後我假裝不夠打我走 在石頭後面就已經交換了身份 躲在石頭後面跑出來的那個原來是變了新的 你追究著的就是假的 我有懷疑的 因為其實他在殺神軍團裡面 應該還有一個有翼的曉飛的角色 但是今期阿神印拉大隊進去一線天 那一隊沒有 而我剛才看的也是在飛船衝進去 那個機窗裡面都不能見有 其實我是很懷疑 其實那個多眼仔和這隻有翼的人 也是應該是第三隊的人 所以躲在了可能還有後掌 那你小魔神也沒有跟進去的 不是小魔神駕駛飛船 你現在還洗手駕駛飛船嗎 你已經去了一線天的 不是 你還沒看今期嗎 看了 今期的尾就是在說的 小魔神駕駛飛船衝進去 在那一間拍攝的機窗是不能見 多眼仔和有翼的人 所以我就懷疑會還有第三隊 所以他們是打散了來玩的 我想很老實的 其實我剛剛前排 其實這一個星期的事 我無聊真的很無聊 我看多次新駐龍虎門的澳門神聖訣 那裡好像打了都不夠二十期 所以如果龍哥要多拖三四十期 是真的很沉 Nixon就說 話說山海是不是已經脫離了題 提五關山海中獅子 神經病 脫了很久了 你來問 我想你應該大概在第八期 沒有人做事 沒有人做事 二十多三十期左右已經沒有了 那些怪獸都還在 怪獸的 特別如果大家脫離得很緊要 那些怪獸的 原來他就是 這裏就已經開始脫離了 你建成有沒有打一百期 沒有一百期那麼多 你建成出場有 但是你說Final Battle 應該沒有 Final Battle 我想40期應該走不走 他由出場到Final Battle 我想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七十期左右的事 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麼短的嗎 你說他出場到最後是七十期 還是七十期開始出場 不是 出場到他收皮是七十期左右 我沒有記錯的話 OK 是 因為山海我沒有記錯 是二百五十幾幾元 鐵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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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匠二五幾 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 但是如果這樣問 我想問大家 其實對於龍哥的作品 比如這些這樣的 最後決戰 其實你們覺得幾一期應該合適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很說 很沉很沉 但是其實大家有沒有一個 心目中想幾多期 我想其實Final Battle 你打十至十五期 其實已經是很長 而且你說的是群戰 如果純粹說 勾撤對神人的話 其實你跟我打四期 我已經覺得差不多 我容許你打四期半 第五期給我收了他 在我的角度 我覺得會是十五期之內 所以 我講的十五期是群戰 如果你單對單的話 譬如你問天對邪帝 你想想 當年巔峰絕戰都打得那麼長 終主對邪帝了 還有一條大招 他們拖了很久 真的是埋牙那一刻 是一水加天 我覺得因為山海 你說只是埋牙 真的打那一刻 他有一條招在那一刻 他拖不到那麼長 還有勾撤對神人 即是他之前困過一次 已經 即是在這場比賽之前 我覺得可能 大家會覺得很差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 好像他之前明明打過 然後又回去練功 然後又打 那種重複性 我覺得是大家會覺得 有點差的 這個原因 是的 還有現在 但是我覺得這次的編劇 加給他有趣的地方 是他跟艷帝不同 艷帝那時候 是真的你好像打完 不夠打回去升level 又再打過 不夠打回去升level 又再打過 這次其實是很有趣的 你看到他們兩個功力上 沒有什麼遞針 但是他們是知道了 對方的底派是什麼 他們上次打完之後 神印知道你會永劫輪迴 所以我在想著 怎麼破你的永劫輪迴 然後我就獲得了 超神兵級神兵的異能 但是這件事又讓你知道 而我知道你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又意外地 閃一撞棍地獲得了一個 懂得易容的拍檔 到底大家怎樣利用 手上的東西去鬥志 反而是 而不是 我不夠打 九重天不夠打 不夠打就練十重天 十重天不夠打就練十一重天 反而我覺得這樣鬥志 我會想看他的辦法怎麼玩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編劇 他加給龍哥的東西 跟龍哥的風格 合得來是有些新意 那好吧 差不多 差不多 沒有其他話說就差不多 又是一本等他結束的書 當然 不知道要等多久 講講講要等半年 差不多 現在計算是大約半年 還有龍哥這兩期的封面 剛剛沒有左右拍賣 就是正邪對決的那種擺位 是這兩期的封面 對 畫面畫面畫面 就是我們今期 下架勾設就是上期的封面 左右配合就是正邪對決的封面 好過那些放射線那些 哈哈哈哈 那肯定好過放射線吧 不是 試一下把封面兩個字後面 背景再加些放射線 會怎樣 可能更強了都未定 他是運用不當的 不是說放射線不行的 可能是放射線不漂亮的 他運用得不夠好 至少沒有頭銷 我想沒有頭銷 PK你記錯了 我沒有找到實際的期數 因為鐵匠是247期圓的 他有第零期就是248期 我剛剛隨便按開151期 已經是後三版的火組 在打破李建成 李建成是老版還是後三版 我沒有 我只是看到後三版火組 李建成的老版都夾 他好像是後三版 這樣可以 真的打了整百期都有 所以DK你們聽不到嗎 他每說完一段都會加句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的頭鬼很穩固 你打不到的 他有說明的 好了 今個星期港晚咬謝幫就完 完之前還有一件事 我們很感謝Terry的新年一貨 新年一貨 感謝劉先生 還有聽眾記得 我們剛才在開米前都呼籲過的 我們點五集的咬謝幫 接下來還會再有的 大家幫我們Loop多點 留下comment 給我們like 一來我們玩視像有些特別的東西 二來都要交功課 第二集會有更多新的東西 就不像第一集那麼悶 看完第二集就明白了 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今年應該沒有說萬有者幫 沒有啦 完啦 明天開吧 不開 一徐定音 DK真是皇帝 你不讓我打算明天開直播 抽龍蜂蜂蜂的那些 這是你問題我不做 哇 哇 他不做 你來吧 那一會兒回來 這個動物秘密 說什麼topic 我真的不知道 採夢芭蕾 是呀 會堂系列 那一會兒見 拜拜 我再出聲音 出啦 有啦 你看嘛 這書保持得不錯 這四本都是客人的 一本而已 只有一本春春 要玩的 不要弄髒 不要弄髒 DK不要弄髒 不要打飛機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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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打飛機 神經病 神經病